不常见 就是如果是他现在的话 他肯定不会做 我会 那现在没人跟我做了 现在比方说让你跟我想谁啊 我愿意 阴图万里 我今天还 我今天上电梯的时候看到了林沫 周可宇和米卡的广告 我不是看到他们仨人 我看到他们仨广告 那阴图万里面你最想 跟谁就是 我不敢我不敢我不怕 我害怕 姐 不害怕 怎么不怎样呢 不害怕呢 当时胆多大呀 当时多虎啊 死路不怕开水趟 光脚不怕穿鲜 现在我就是有点那个啥 这是啥呀 这是我去那个 我们公司面试的时候 我第一次见他 天哪 我那时候胖 现在胖 那时候胖 他喝了两瓶啤酒上来找的我 是白酒 是白酒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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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了啤酒 是白酒 他弹错了 好紧张啊 他当时 特别紧张 早上十点钟 见他 这是早上十点的视频 他就已经喝了酒了 好紧张 哇 五年前 我那时候年轻一点 我觉得没啥变化 就发型 你在看这个视频 你心里有感慨吗 很尴尬我觉得 看自己就是很尴尬 看自己好尴尬 看自己是尴尬的 但其他人很开心 真的我觉得谁来谁就可以 就看他的东西 那也太尴尬了 来了 减肥的事想跟大家聊一聊 我以前是胖子 前一两年吧 有点时间是胖 胖肯定是不健康 但你要怎么受起来 因为能够让你胖起来的饮食 就是你一直习惯的饮食 绝对不会是健康 你一直说真的是喝凉水的胖 就问一下自己 除了喝凉水 你别的还做了什么 当然如果你觉得说 吃能够让我 这你啥时候录的 那你就吃 录冲道友的时候 录冲道友的时候 有一天晚上喝多了 然后直播 吃 没关系的 就吃 因为它食物放明出来 它就是为了让人吃 你那时候最胖的时候 是啥时候 最胖的时候是 18年吧 18年前 你现在胖多少 我那时候是100 不到180 就是170 你有这么高呀 但很胖了已经 怎么说你有种 当时也是公司的意思 说要减肥 公司要求你减肥的 也没有 但是话里话话都 因为太胖了 你们会有容貌焦虑吗 我很焦虑 也不是很焦虑 你是觉得身材 还是因为长的 都有 就我的焦虑来自于就是 我从小我就比 人对我的容貌的评判 就很负面 所以这个焦虑 不是说我长大了之后 我为了得到什么 没有这个焦虑 我就是根深蒂布的 从小大家就嘲笑你 我又没剪 剪不下来肥 剪不动 没有毅力 所以我就会天然地觉得我这样不好 你不刚才拍了男装吗 男装被骂成啥样了都 你在乎吗 怎么说呢 就我我我我我我去的时候 因为我没有 体会过 就怎么去拍那种展示自己身材的那种照片 那我觉得我体验一下嘛 我也没有天天穿那样上改 我觉得体验挺好的 对 但你自己觉得那些照片好看吗 有一些是有一些是人家编辑选的 我也可能我觉得我的审美没到那个层次 我觉得有几张还挺好看的 有的是还有 对吧 我感觉有几张我自己还觉得挺 就是玩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那拍的过程觉得你是享受的吗 拍的过程我就觉得很新奇 真的对我来说是种很特殊的景历 这是我人生从来没有过的体验 一群人 然后在那拍一个那种风格的照片 那以后还会继续体验吗 以后 以后我会好好的选择一下 造型 这回也是说假发 是不是 这回对着那个假发 我自己当时也很难受 但大家就劝我说 你尝试一下尝试一下 我想那行吧 确实 你现在 别人都说你瘦了 你会开心吗 也没有 现在也胖了一点 而且就发现有时候很多事情不是胖瘦 就是 它就是你长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其实我从来不介意别人说 长的什么好看不好看 那种我就听爹妈给的 但我比较介意变老 那你有健康上的焦虑 你会担心自己身体健康吗 担心 会吧 有这种就是他有个小小的病 他就怀疑自己有个大病 对 我是这样的 而且我我我我是那种只要生个小病 我以后全世界都知道我生病了 我原来也没有任何的健康的焦虑 从我上次把腰伤了之后 我就开始就觉得我确实身体大不如从前了 你什么管你这么年轻 就自从一个腰就引发了很多其他的病 真的 就那个腰 你很难想象你真的就 这个鞋带你就再也站不起来的 什么叫再也站不起来的 然后呢你上厕所吃喝拉撒都要人帮 这也不是绝症吗 不是绝症就是我会开始担忧说 我觉得我的身体技能 退化了 开始不在最年轻的时候了 真的假的 你知道吗 其实癌晒潮不用每年做 但只要我体检我每年都做 我觉得这就是心态 我就从来不觉得自己会得一个特别大的病 包括他明日之子的时候也是 就是当时淘汰 你觉得淘不了你 对 我说一周就淘汰一个人 那能轮到我吗 就十几个人 你打来这么自信 十几个人淘汰一个人 为啥就是我呀 就是你就感觉 你怪不到他活的就对 嗯快乐 我跟他交往的过程中 我觉得他只有一个时间 就是从明日出来半年的时候 他有一点点迷茫 就是因为他不习惯做艺人 而且那时候有一个 状态就是现在 我之前在网上看到就是什么 冒充者综合症 就是那种 什么鬼 就你自己觉得自己 不值得到这个位置 我刚刚进入行业的时候 肯定是不适应 因为你谁都不认识 你什么都没做过 特别不适应 特别讨厌去商演 特别讨厌去拍这个盘代 他说能不能让我好好写歌 拍东西是 我现在也不太 而且确实也不适合我 你也会也少拍 我想给你们看一个我特别喜欢的节目 这什么呀 这是砸刀的 是做刀的一个节目啊 对 练刀 天天晚上断刀 这个节目我真的从来没有看到过 是不是 因为它真的不属于你的领域 对 太直男了 对啊 你会喜欢这种节目吗 我不会 我不知道看啥在这儿 我原来就想说在国内 我也整一个这种铁匠节目 全长得大帅哥 大肌肉难过来打铁光码的打铁 没有老多少人愿意看了 就很直男这个节目 对啊 我挺直男的 你这样子其实挺难找对象的 我觉得 哎 为啥呢 太直了呀 那啥样能找对象呀 你得展示你温柔那一面 哎呀你回来了 我不能 我不能 不可能 为啥呀 我不能 那性格人啊